Hello 觀眾朋友你們好 歡迎收看《月光娛樂》 36集的《慶如年2》 目前播了一大半 六位玩角的演員已經全部登場 玩角不尷尬 尷尬的是前後扮演同一個角色的兩位演員的硬直 演技對比前期營銷得再好都沒用 是好還是壞 拉出來給觀眾看看就知道了 第一個角色是葉寧儀 《狗樂》和《金神》所有的玩角裏 就屬葉寧儀和燕冰雲招來的討論聲最響亮 是因為一個是由頂樓 換成了直接無名的小演員 一個是從十八線演員 換成了一線女明星 葉寧儀在大一季裏的存在感其實並不高 但是經歷玩角風波之後 她寥寥無幾的鏡頭 被大家拿著放大鏡反覆觀看 不少視頻的播主還做了兩版對比視頻 從演技和角色的貼合度等多方面進行分析 《狗樂》飾演的葉寧儀 《靚不靚》 《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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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驚雄一宴 令人印象深刻 但哪怕和導演合作了好幾次 他都無緣參加慶如年二的拍攝 有粉絲問他為何不演續集 他的回覆值得回味 其實都不是我不想演的 續集中的賀宗偉換成了圈賢來演 圈賢之前和製片方合作過《雪中漢刀行》 這次是二答 他剛一上線 編劇就借范行的口 來了一個官方的吐槽 你說你是賀宗偉 但看著和以前不一樣了 賀宗偉解釋為雙柔心生 合到好處般圓了換人的漏洞 這個時候的賀宗偉顯然已經不是打仗柔角色 王子被禁足之後出來知整的就是三聖家奴賀宗偉 不要說圈圓是有些演技在身的 演出了人物的急功近利 吹賢富世 虛偽 灰索 甚至還有幾分游泥 和在《漢刀行》裏面演的《瘟人詩三》 截然不同 個人覺得 導演要喊圈圈圓過來接替這個角色也是明智賢 이�貴賓 鄧同天 徐晋波 女性角色一共換了兩個 一個是葉靈儀 Bir 一個是義貴賓 如果說葉靈儀換錯了 那麼義貴賓便是換錯了 第一季的義貴賓是鄧同天黑串的 邓同天是歌手 演技比较伸疏 外形都很一般 没有后宫贫非该有的贵戏 但是他的五官 想惊励卿操作 气质比较敦厚 身材都十分臃肿 本来飾演柳儿娘的赵俄 骨架就已经比较大了 他坐在赵俄旁边 还要宽厚不少 幸好第一季戏 只过几分钟都无伤大雅 而换上线的徐振波年龄 虽然比邓同天大几岁 保养却更胜一筹 加上第二季的打光和内镜 用得要更加好 徐振波版 耳龟贫面相 没有周纹 气质出众 身材千手苗条 看上去更加有几分 矜贵的气质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徐振波和赵俄的气质 跟接近 两个人看起来 更符合唐姐妹的设定 正男世子李弘成 刘云南和黄天神 正王世子李弘成 是范玉玉的官陪 也是二王子的小金班 第一季世子 是由刘云南出演 他个子高大 扮相俊美 都有几分贵气 为人处事 有些呆文 气不多 大圈了不少粉 可惜 刘云南 刚有些墓头的意思 就塌房了 当时青春有李懿爆火 随着成员余书恩的走红 他早年上过的中艺 一年级被罢了黑料 余书恩一起参加这个节目的柳韵南 被翻出了在节目中对余书恩咸豬手 一时间引发了港大网友的乐意 事势演员刚有些名气 就被爆黑料是大忌 庆余年这样的大IP 又不缺演员 第二季正王世子自然会换人 接替刘云南的是黄天神 他之前参加过雪中汉都行 和张若军都是多次交手了 目前他只有几个镜头 表现无功无过 影子 王一夫和刘雨桥 庆余年里的影子 一次面都没路 但是粉丝却不少 他每次出现都很神秘 三月两下就把人解决了 当胡秦之为影子 好抵千奇 一生黑暴 只露出两只眼 大家对他充满了想象 一度在猜测他到底是谁 有人说是黄启年 有人说是红四羊 甚至估计他是心智不存的林大宝都有 第一部的影子是副导演黄一夫客串的 全程无路真容 第二季影子又飘了好几次 依旧无露面 只要他不露面就会一直神秘 激起观众的窥探容 但是这季的影子后面气氛应该不少 扮演的演员是刘雨桥 但是看影子的造型 有点像莲花楼里的单孤刀 但是其实这位演员大家都不陌生 他是保莲登的三太子 看得出来剧组是很用心 无了两季的悬念终于要揭晓了 都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比以上这六位换过的演员的硬直 气质和演技 你觉得哪些是换对了 哪些是不如大一季呢 好了 今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